妈,你怎么来了,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呀?我们一家三口刚吃完饭,想要出去溜湾呢,也没准备你的饭,我要不单独再给你做点了。 你不用管我,我已经吃过了,你的意思是,我不给你打电话打声招呼,我还不能进你家门了,你家是皇宫宝殿吗?你是不是嫌弃我脏,把你家弄乱了呀?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?怎么这么难听,咱们刚见面我不想跟你吵架,你有事赶紧说,说完个回个家个干个事,尽量不要相互打扰。 行呀,那我就直说了,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你不要一脸茫然,瞪着两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,你们装傻是不是? 不是,不过我记得很清楚,今天是你们应该交赡养费的日子,三年前,你们答应每年给我三万符养费,三年给了我九万,现在时间到了,省得以后麻烦,这回一次性交六年的,一共十八万,你看看是现金还是转账。 什么?十八万?你是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生活呀?我们每个月房贷、车贷加上日常开销,至少要花八千。 家里就我一个人上班,我们哪里有这么钱给您?再说之前给你的钱你肯定也花不完,你现在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,这个事等等再说吧。 等不了,你必须马上给我,你媳妇也可以去上班挣钱,把孩子交给我带,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?孩子有人看我的养老钱有人去挣,而且这是你应该做的,你每个月要给两千五百元的赡养费,如果不给,我们只能法院见了。 没错,财神爷来了,留下一句财神到家,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。 绝对不行,孩子我们自己带,用不起你,你还是回老家歇着吧。 你现在只想着你的养老金,你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生活呀,你也太无情了,为了这点事情还要把我们告上法院,哪有你这样的妈,不但不帮儿子,还逼我们。 何况你只有我一个儿子,你的钱最后还不是我的,我现在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? 这个不用怀疑,你不是我亲生的我也不会找你,再说儿子赡养父母天经地义,你说什么也没有用,我们可是有协议的,白纸黑字你不要耍赖,而且我的财产以后是不是你的,还不一定呢。 如果不是我的,我为什么要给您赡养费,而且你一次性要这么多,我也是真的拿不出来,你是我妈,我是你儿子,我不想和你的关系弄得太僵,你差不多就行了,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? 而且我们这几年刚生了孩子,开销也很大,根本没有多余的钱,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 不是我逼你们,现在社会很现实,你干什么都要钱,没钱我用什么?我吃什么?我这么大年纪了,你说那个单位敢用我,我挣不来钱了,只能指望你这个大儿子。 我真的是您亲生的吗?您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困难,只知道索取,别以为我不知道,您名下有六十万存款,一套房子,每个月还有三千元的退休金,您花得完吗?您说您这些钱留给谁?您就算不给我花,可以给你孙子,非要来逼我,就是想让我救犯是不是?我没钱,您想到就告,看是您丢人还是我丢人。 你不用跟我破罐子破摔,我不吃你这套,那些都是我的私人财产,与你无关,你是我儿子就得养我,还得给钱,你去那里讲我也再理。 虎毒还不四子,您这样对我,还想让我拿好脸色对您,您早晚要把我逼疯,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这样。 你拿不出钱给我养老,说明是你们没本事,别人的儿子每个月给老人五千块,过年过节单独包红包,还请保姆照顾父母,没事还会抱个旅游团去旅游,我的要求算低的了,你不要心里没数,你最好见好就收。 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,您自己选,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,妈,我知道给你养老是我该做的,我们没有说不孝敬您,确实是因为手头紧,这样吧,我们每个月按月点您钱,可以不,你最起码的让我有个缓冲的时间啊。 这样吧,我作为你的妈妈也不是不心疼你,你只要答应我的条件,这以后的养老金我不要了,我今天回家就去收拾行李,明天帮过来和你们一起住,这样还可以帮你们照顾孩子,你也不用给钱了,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多好,给钱合住一起,你们选一样。 不行,我不同意住在一起,也没钱给你,两样都不行,请您马上离开,我家不欢迎您。 你胆子大了,现在居然敢不听我的话,以后我的财产一分也不会给你的,你家就这样容不下我吗?你真是脑子进水子了,我是你亲妈,又不是坏人,你太伤我的心了,你给我等着,这是还没完。 老太太在儿子这里吃了闭门羹,愤怒地转身离开了,而媳妇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傻眼了,一直云里雾里,根本不知道这娘两个人的事情。 智刚,这到底是什么情况,刚才我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,所以我也就没有插嘴,你什么时候给你妈签的养老金协议,我怎么不知道呢? 她这么大年纪了,万一被你气定了,还是我们的事,你这又是何必呢?有啥事就不能好好商量了。 老婆,是我对不住你,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,我已经遗忘在脑后了,直到今天我妈找到咱家我才想起来,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? 我妈就是想要赖在咱们身上,就是拿着要养老金的借口,要求和我们居住在一起,但是要和她一起居住,我敢保证时间不久我就会抑郁,你信不? 什么情况呀?和你妈一起居住有这么可看了?她又不是怪兽恶魔,你怎么这么反感你妈?是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了吗? 不是,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,我受不了她的性格和生活习惯,在我小时候六岁时,我爸就出车祸去世了,从此以后,我就跟我妈相依为命地生活,你不知道,我妈对我有很强的控制欲,而且什么事都必须听她的,上什么学校,学什么培训课,读什么专业等等,甚至连穿什么衣服也是她说了算。 我如果表达抗议,有一点不满意不支持她,她不是哭,就是闹,一直说到我屈服为止。 长期这样的生活,让我变得沉默寡言,感觉自己被锁在地牢里,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,我的内心里一直希望,早点摆脱我妈的控制。 后来好不容易工作了,我妈还是对我指手画脚,特别是她退休后,时间多了,管得更多了,让我更加窒息。 你没有在这种环境下成长,你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的。 我说,咱们两个谈恋爱时,你一直沉默不语,不善言辞,而且对你母亲避而不谈,直到咱们谈婚论嫁时才见到过你母亲一面。 是啊,咱们结婚时,就是我内心被解放时,是你救了我,你爸妈要求咱们结婚必须要买婚房单独住,我这才脱离了我妈的魔掌,才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,我的内心才被救赎,我们在一起后,我不仅话多了,脸上笑容也多了。 可是,她们母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,一见面就是吵,所以我很少让你和我一起回老家见我妈。 你说的这些,让我感觉确实有些窒息,这老太太控制欲太强了,也可能是没有老伴的原因,精神依托一直在你身上,其实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我当时反正是要疯了,因为长期对我内心压制,我真的受不了了,而且养老金协议也是婚前跟她签署的。 当初我说结婚后自己要单独住,她提出让我每月给她三千元的赡养费,要么带着她一起住,我不同意。 于是,她天天在家里哭闹,甚至有几次在地上撒泼打滚。 居委会来调解过好几次也没用,心起来却还被骂。 见人就说自己如何一个人把我拉扯大,现在儿子长大了出息了,却对她不闻不问,还声称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,就要去你家闹,非要把咱俩个拆散。 那段时间,我工作频频出错,天天晚上做噩梦,我们只好坐下来谈善养费,由三千元降到两千五百元,一年三万。 为了摆脱我妈的纠缠,我只能同意了,没想到,我妈自己写了一份协议,要白字黑字签字花鸭才算数。 我想都没想一次性给她转了三年的善养费,想要赶紧脱离她。 现在是脱离了,但是之前的三年到期限了,咱们现在日子也不好过,对于她今天提出的条件该咋办呀? 要让我说,要不就让你妈来和我们一起居住吧?这样能看孩子,咱还能省下善养费。 不行,绝对不行,你不了解她,那样会毁了我们整个家,咱们家现在大概还有十万块钱左右吧? 我想了一下,我真的一分钟都不想看到她,要不把钱给她吧? 妈,她这么有钱,还要我们给善养费,太不体验我们了。 她一辈子就想控制我,不断地逼我听她的,一想到和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我就难受。 但是咱们就还有这些钱,这可是老本呀。 你给你妈了,我们以后的生活,孩子读书看病都需要钱,没有点积蓄应急不行呀。 夫妻两人因为给善养费还是一起居住,陷入了沉思。 可是第二天下午,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,说孩子被奶奶接走了。 妈,你这是想做什么?怎么不打招呼突然把孩子接走了?到老家敲了半天门没人鹰,你到底把孩子弄到哪里去了? 你紧张什么?我还能干什么?我接自己的孙子,还要预约吗?你真是管得太宽了,孩子跟着我吃得好喝得好,你就不要管了。 你不管我,我还是要管我大孙子的,不然都被你带坏了。 我知道你这是在威胁我,而且你操控我的人生还不够吗?您到底想怎么样? 我不想怎么样,我提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。 协议到期了,你们把钱准备好,而且我已经咨询了律师,人家说你们作为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,所以我的要求合理合法,你不让我去你家住,就马上给我转钱。 可以,我答应你,你给我把孩子送回来,我给你一次性赚三年的赡养费,我手里也没剩多少钱了,所以给不了你六年的,而且我要和你断绝母子关系,我这些年给你的钱走过报了你养我长大的恩情了。 你开什么玩笑,我不可能跟你断绝母子关系的,我还指着你给我养老呢,你说你怎么这样傻,这样倦呢,你明明知道我有房有钱,你只要付个软就可以衣食无忧,非要带着老婆孩子去吃苦。 我要的不是钱,是要和你们居住在一起,怎么就这样难呢? 你不要想了,我即使类似也不和你住在一起,我给你钱,你赶紧先把孩子送回来吧。 儿子说完这句话,就挂断了电话。